当佛法展现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你就变成他们的贵人了 转凡成圣了 有时候真的很奇特的 我有时候也想啊 感受也是觉得 有时候真的成佛呢 就不难的 成佛不难的 去习气是很难的 也就是说成佛不难 但是你想不做凡夫的有点难 我们这个习气毛病 无量解下来的 极构 极构已深 我们问那句阿弥陀佛 简单不简单 很简单 但是你念上去 你让他干干净净的念 不简单 我咋起咋把他念了 有时候全部的身心都放下 身心都放下 为什么就是平时 像我们 我不是很主张大家看电视的了 你们电视看了之后 至少三天那个影子会在你的这里面 三天不干净 你打坐 三天那个影子都在里面 至少三天 如果你天天看 那简直已经无可救药了 影子再多 已经多重叠重叠 就好像一张纸上都画得多 都去黑去黑了 你也已经不知道上面画的什么了 但是你清静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你万一哪一天不小心 去看一下电视 你三天这个影子不清静 所以对大菩萨来说 这个时代也蛮好的 要更有信息 信息的时代 可以很多的 有差别质可以产生 但是对于广大的 这个修行者来说 不好 还是简单一点好 所以我就是常常看到 那个西藏的那些 他们店也没有 冬天嘛 一个安居的地方 夏天随着牛走 那个帐篷 牛到哪 这个帐篷你搭到哪 人很淳朴 躺在那边 躺在草地上 然后转转转金筒 然后对着牛 唱唱那个 Oh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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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他们很清静很清静 上师给他们一个加持 不要说现前的加持 他们一想到上师 就心里就填得不得了了 他们这个 就显得很简单 反过来说 我就回光返照 我们呢 电影 电视 书 那么多的知识 在里面充斥到我们的心里 然后呢 时而又不化 读书用于读通 然后那都梗塞于胸中 污染着自己的清净的心地 然后呢 有仗大的圣贤的 对我们的加倍 圣贤加倍我们 我们也感觉不到 横塞在心胸里的东西太多 古人讲的读书 不让一移成 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 我也是啊 也是也会尽量的 有时候也是 控制自己一下 尽量的 有时候呢 为了 因为这个世界 你要对积嘛 你要知道众生是什么 所以也要去了解一下 但是我想 在座很多不红法的 修行的尽量 不要 报纸也别看 电视也别看 像我那时候出学佛的时候 那个感觉一样的 国家大事 世界大事 实在跟你不相干 你活 你活的也好 死了也好 根本对这个世界 无所谓 但是现在我觉得 要红法要什么的话 我觉得还是了解一点 有时候 这个佛法会让我们读懂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 还是受害的多 打开电视也好 你打开电脑也好 我师父以前讲 魔力魔气的东西多 魔的东西多 佛的东西少 而且很清楚 像那个 我们看电脑的时候 怎么样 怎么样 有没有过瘾呢 电脑看了怎么样 有没有过瘾呢 有没有中毒呢 其实我有很多的这个 就是想 电脑也好 人脑也好 都是很相似的 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善的东西是很少的 我们的心里面 不善的东西是很多很多的 叹嗔痴慢疑无忌 这个是占了不善法 占据了我们心灵的 大多数的这个空间 所以这个 有时候想想 有时候进化了 进化进化进化 但总是很难达到一种点上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佛教界说 精进的 精进佛妻 八观灾界 现在我们八观灾界的话 我们大家没有领会到那种思想高度 真的比如说 我把这个一天24小时 都像一个出家人一样 身心都清净 一切娇慢放逸 持正法 头顶上顶着正法 这样的24小时 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 如果再加上 比如说 再加精进佛妻的话 像我们很多那种禅宗道场里面 像现在打佛妻 睡的那个残堂里头 像天堂寺到现在还有 残堂 前面打坐的 后面一个布帘 后面就是床 帘着的 晚上坐到9点 10点 11点 统一的休息 大家就躺下来 第二天 第二天两点三点 啪 一跳 大家啪 又起来 又开始坐了 在我们传统的出家人 基本上不脱衣服睡觉的 房间当中是一个方桌 方桌上面供了一根佛像 没事就是读经 晚上读经 读到很晚了之后 然后就是绕佛 进行绕佛 永明元寿大师也是不睡觉的 永明元寿大师 白天要被自己规定 做108件好事 中午吃一顿饭 晚上跑到后山去绕山 像我去藏地参学 那些活佛看部 基本上晚上睡觉很少是很少 一天睡觉 有时候两三个小时 很少的 很迟很迟的都还在 读经啊 我的大桌啊 那个都是很少的 像我曾经跟几个老佛 睡在一起过 他们晚上哇 自己功课很多 很厚一大跌 每天必须要把这个功课做完 有时候一念念到12点 1点 试者 那个试者真是那个 试者跟师父睡在一起的 试者就是把师父的棉袍弄好之后 自己就脱一张像牛皮一样 或者什么东西 往边上 师父边上一脱 然后自己就是那个棉袍 往身上一盖 一勾 就是全说的呢 就睡了 早上三四点 试者就一翻身 悄悄地就起来 就去烧热水 烧热茶去了 然后刚有一点亮光的时候 像他们都喜欢睡在窗子边上 稍微有一点点亮光了 马上就起来了 正是书前面那个 那几个老佛爷 你讲讲的话 像法王一样的 但是你去看了 简朴刀 他连床都没有 就睡在地上的 地上就东西就瀑布 很简单 用木头动了一个筐子 就是这样 头这边是一个大转金筒 还可以拉绳的 可以转转金筒 前面一个小桌子 小小的 这边弄一个小炉子 所以试者过回炉 炉火生好 茶烧好了 就把一些火炭放在炉子里 炖一个 就把那个热茶炖到这个上面 给师父早上喝一些茶 就看起来 就开始看起来 每天都是这样 像这些修行人 真的 真的不一样 他这个跟天地 融合在一起的 然后天天的心 就跟佛在一起的 你说那个什么叫加持 吐口吐吗 这吐给我们都是加持了 吐不到 真的吐不到 你想那些班禅 班禅佛爷回西藏 在什么地方 野外 方便一下子的话 哇 赵明马上把那个绝地两尺 绝地两尺 两米 把那土都 给大家分着吃 你能想象吗 有时候这种东西都要想象的 为什么这样 你变你想不通 我都一直都想 想多少年了 想多少年了 有些东西 我们这个凡夫的分别心 很难想象去 像某位大刊部 那个唱歌很好听的 他就亲自跟我讲了 他那个上课 他到那边 到顶果清泽任伯切这里去 然后品为刊部了之后 给大家上课 上课他也是拿着经给大家上 实在不好意思 佛讲的 祖师讲的 我再跟着后面讲 不好意思 好像是打妄语一样的 跟大家上课 上了一半下去了 下错去了 然后师父问他的为什么 他说不好意思 师父 我没有改 我没有政务大圆满 你跟我做 我就跟大家讲 照本宣课 不好意思 上师你假使我能够 能够真正的那个 结果 结果上师跟他说 他说我要出去朝山 闭关一段时间 你把我这个地方看好 佛学院交给他看好 结果他就没办法给他看了 那段时间 中国人摩切正好来我们中国 大概走走 那个时候八十年代末 等他两年多 回去了之后 他又来求上师了 上师上师 你加持我 加持我 他总算跟上师服务得不错了 你看 这也就是的 替师父做事 是很大的加持 那天他去求的时候 丁哥仁波切就开玩笑 说 跟他说 来 你把嘴张开 结果他就把嘴张开 丁哥仁波切就 他无惑至宝 他这个坛给咽下去了 咽下去就开悟了 然后在讲经说法 不用看什么参考书的 都是符合以佛的真实意的 唱歌 那个喉咙 成为海盗拉子 赞美他 我们这个世界是最优美的声音 最优美的声音 喉咙加持过来 不一样 所以他这种 有时候我们就想 他讲过我听完了 想 然后 因为我在西藏的话 那个老佛爷 他是我们法王如意宝的上手弟子 是特别好的关系 所以他才获得了法王如意宝的一点 那个甘露 什么甘露啊 尿 这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 一般人能信息也不会给你 那么大的霍佛 他家里藏着 然后就那个关于不在六支大民族感应 就是跟我去西藏的那个小伙子 我们拉那个祖师洞 拉好了 他从那个悬崖上掉下去之后 掉下去之后 后来我们把它抬上来 一脸都是血 就这边碰破了一点 后来发现 这个碰破也还好嘛 把他脸擦擦干净 脸擦擦干净了之后 这个地方伤口 然后人在他很恐惧 伤口倒不大 人下得不小 人在悬崖上一个空性跟斗下去 人下得很那个的 然后 老活佛就拿出他的宝贝来 那个小活佛就把那个喝了一口 然后喝了一口 束一口一样的 碰到一头东西 就放心了 加持好了 我就问 我说加持什么了 刚才 他在告诉我 你们去问他也不会告诉你 最好的 法王的甘露 法王的甘露 这个信心不是一点点一点点的 你说战谱是这样 我们汉帝有没有 汉帝也有的 我师父 因为他老人家 他八十多岁的 这个威得利 其他地方 还没有这个恭敬型的 戴山 我们师父老家 那些弟子们 他们很虔诚很虔诚的 那些老弟子 报过华严经 报过法华经 一事一拜 这些老菩萨们 对师父 很虔诚很虔诚的 然后他们晚上给师父洗脚 洗完脚了之后 把那个洗脚水拿去 大家分 分了拿去喝 我想你们在座哪能做到 谁做到 做不到的 做就做不到 讲都不用讲 但是我提起来 给你们听听 深念惭愧 深念惭愧 师父之后 戴山的弟子能做到 个别几个老菩萨 可以做到 半生做不到的 我们比较说 师父洗脚水了 师父洗连水 也不会喝的了 真有这样有信心的 有信心的人 真是 看了上次 我或许有提到过 有一位弟子 山东的一位 那有个师父去 去到牙科里看牙 他也陪去 我也陪去 谁啊 年龙活佛 年龙上司 去看牙科里 看病的时候 山东烟台的那个弟子 也陪着 我也陪着 然后牙科里面 那个弄了之后 比较漱口嘛 弄了有血的嘛 有血 有口水嘛 然后就 吐在那个碗里的时候 烟台的那个弟子 就拿过来就喝掉了 我们做得到 我想想这个局势 很难不得 我是做得到 我们没办法超越 我值的分别 什么干净 脏 净的这种 如果你真的当佛 你真的当佛 佛土口胎 你会不会吃 这很难做到的 很难做到 鬼做得到 我们出家人 土口胎 那个鬼要抢 我因为什么 凡夫土胎 他吃不到的 出家人 土胎 鬼才吃得到 饿了百千万亿年了 什么也看不到 喝也喝不到 吃也吃不到 出家人 土口胎 他才吃得到 拼命抢 抢 还那么多 鬼抢 抢到 抢到 抢到后来 有时候叫餐 你放在心里慢慢去悟 不是说一下子 三天五天 三年五年 十年二十年 一辈子去悟 什么时候 那个悟到的 什么时候 哗 大光明现前了 否则的话 有挂爱 你就有挂爱 知道吗 有挂爱 故有恐怖 就在颠倒 梦想里面 无挂爱 故有恐怖 无挂爱 现在 你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真的分摊在床上 如果他自己 大小便都失禁了 你会 你会好好地 去帮他照顾吗 你会好好地 照顾吗 所以我们民间 又说 久病无孝子 如果病久了 没有什么孝子 孝子孝女 很少地 别说那了 就是 你爸爸妈妈 人死前 死之后 死的时候 人死的时候 大小便也会失禁的 你去插 有几个会插 很多家里都不插的 算了 套着去 火葬场去烧了 还管他呢 自己的爸爸妈妈 再插得干干净净了 你都会 这就是这样 人性 比如说 我们人性里面 我们不能超越自己的狭隘 超越自己的那种 黑暗面 你怎么样去 把自己的光明的一面 展现出来 所以修行是有时候 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 高谈可能 讲那么多 讲也得讲 不讲 不知道佛法有多奥妙 多神圣 实际上去行为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自己凡夫有多着恶 狭烈 世间的 世间 跟着跟着说不尽 所以我师父常说 说婆苦 说婆苦 说婆之苦 谁能数啊 说也数不过来 世间的人 又不觉悟 也不想觉悟 也根本不相信 有来生后世 也不相信因果报应 这个东西 都是随着贪嗔吃去的 这个世间的人 就更加没有那个了 我们学佛了 还有点正知正念 但是反省反省 觉得哎呀 实在谈不上什么修行啊 还很远很远 很远很远的